講到網購,現在很多人都知道淘寶 淘寶我感應專家,其他都是摩羅賊 因為卡洛斯淘寶已經淘寶了七至八年 淘寶VIP應該前後訂過六七十萬的貨物 所以我對淘寶也滿有經驗 拆淘寶本身已經是最開心的了 所以很多學生爭取來幫我拆淘寶 而如果拆開淘寶還可以裝陷成另外一件意想不到的東西 驚喜就更深了 究竟這一盒是什麼呢? 拆了雙材料就好像不太多 有一堆這樣的,應該是LED 來的,貼片韓號的LED 有線路板,韓好了,不用自己看 有一堆膠片 有些零件,螺絲,USB線,音頻線 還有一堆火牛,當然是雙腳插 淘寶買回來的,要轉三腳插 好,開工 好,原來這套套件 就是一個光立方的套件 砌好之後就是一個8點乘8點乘8點乘8點的光立方 所以現在我手上有很大量的一條條的 每一條的線路板仔,裡面有8顆的LED 總共有紅色,藍色和綠色三個顏色 立方就是有長,有闊,有高的 所以我們要將長、闊、高的 是用這樣的支架去搭齊出來 第一步我們要靠一些零件 的腳去做這個連接 我們首先把LED插進去這個位置 看好它之後,剪斷它 這兩點就可以作為 直和橫的一個連接的摺腳 每一個橫枝就有兩個 標記了黑色的摺點 我們就按一個LED下去 按了LED之後 在這裡留下1.5至2mm 剪斷它,就留下來摺腳 每一支橫枝和每一支直枝 就有兩個相交點 我們都看好它 每支橫枝就要這樣連結了兩支的直枝 而一支是叫做A,一支叫做B 不單止用這兩條連線連接它 還有些事情要做的 因為每一支橫枝和直枝 其實有四個摺點 這四個摺點都要按好它 其實按這麼小的摺點 真的要講一些技巧 第一個辣椎要細 第二夠熱 第三呢,工件都要定定 不要陷陷一下 再加熱下兩點 還有,眼力要很好 嘩 卡樂司還不知有多久 沒有看到那麼精細的寒點 做一些很普通的事情, 最初做的, 當然做得比較慢, 慢慢就會越來越熟手了 好了, 這麼快就看起了一塊, 但不要忘記, 這裡還有很多, 總共要看八塊 做完第一塊之後, 做第二塊有經驗, 一早看好腳仔 一次過插進去, 然後一次過看點, 整體性就會快很多 這就是流水作業式, 其實呢, 大量生產的時候, 開一條線去做事, 應該是這樣做的 先找一個工人, 看好小腳仔, 接著呢, 另一個工人呢, 就將它插進去 接著再另一個工人呢, 就負責看, 這樣 看著這些呢, 簡直可以用拖石的技巧 放下來呢, 八塊的LED 板呢, 的 A 和 B 都要看一個這樣的 針腳, 八腳的針腳, 就這樣放下去就可以放實 相對來說呢, 相對來說呢, 這個是容易汗的, 因為只需要 在表面那裏, 看一隻, 八隻腳, 兩邊汗就可以了 當真是這麼多塊都看好之後呢, 就這樣插進去底板上 把之前預備好的八塊的LED 板塊呢, 逐塊一逐塊地插進去底板上 插好之後呢, 就可以在配件上找一找 總共有兩條的, 這樣樣子的橫樑 就把它勾在板塊上面, 就可以把板塊整齊地安裝好了 那好了, 整個LED Matrix 都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在試機之前呢, 先做外殼 在組裝外殼的時候, 卡路斯發現到這個套件有一個很特別的配件 就是一個, 六面體的一個發金屬方 它每一個面都有一個螺絲孔 原來這種小配件是很適合用來製作一些塑膠箱 我發覺都挺有用的, 將來可以訂回來, 用來製作其他的膠盒 好了, 那我們把底板的底部, 裝了四粒這些六面的金屬 再把另一塊底板再安裝在電子底板下面, 黏上四粒的塑膠腳 接著再把四面的膠片呢, 逐塊逐塊安裝好 都是用這些六面的金屬 安裝好之後呢, 最後蓋上一個蓋子, 也都上螺絲 之後整個光立方就完成了 能夠在正中秋節當晚, 將這個八成八成八的光立方 完成到, 還試到機, 我真的覺得是一個人月兩團圓的美事 還可以將這個影片作為一個對朋友的中秋節祝福